小凡 小凡 你好吗 我是妈妈 小凡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我说过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也跟你说过 我不可能再给你任何机会 孩子干起你的样子 你也看见了 他非常的恐惧 我希望你不要再伤害孩子 好吗 有心 我知道是我错了 错得很离谱 我现在就是要弥补你们 你现在说这些 都已经没有用了 我也跟你说过 我不可能再给你机会 如果你为了我和孩子要想我 那就离开我们 不 我不离开你们 你要干什么 我要回去我的小凡 小凡 我是妈妈 妈妈 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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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市场再进点货 小凡 我觉得有你太好了 那是当然啊 我就是小梅花啊 欢迎光临 你好 请问谁是袁梅花小姐 她 你好 我就是 你好 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谈一谈 好吗 我还是先自我介绍吧 我是有心的太太 赵爽 你就是赵爽 对 我是赵爽 请问你今天来找我 有什么事情吗 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 听说你要跟有心结婚 是真的吗 是真的 我要你取消这个决定 为什么 我这次回国 就是为了跟有心复合 我听说你也是 是离过婚的女人 应该能够理解 我想要找回丈夫 和孩子的心情 赵小姐 袁梅花小姐 我一旦下定决心 就绝对不会失去 我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劝你 尽早放弃 赵小姐 你今天来找我 有幸她知道吗 如果你有把握 跟你的前夫复合 那你又何必来找我谈呢 你说什么 根据我的了解 先提出离婚的是你 当初有幸 一心想维护你的家庭 而你执意要离婚 难道这些你都忘记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出尔反尔呢 我的事我做主 用不着你指手画脚 是 你的事我无权过问 但是你现在在对我提要求 所以我想反问赵小姐 你当初按照你的意愿离婚了 可不当一年的时间 你又要复婚 那你当婚姻是什么 是游戏吗 想好就好 想分就分 我很难理解你的这种处事方式 我不需要你的理解 我只需要你按照我的要求 跟有幸分手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话 你没有理由不听 你从我先生那儿已经得到了很多 是时候退出了 我再说一遍 不管你怎么努力 有幸还是会回到我身边的 我们走着瞧